看一下,我要怎么样按下它,它可以帮我新增 那个流程我刚刚讲的,我讲这个DDD Enter 然后打一个成绩,比如说打完这个成绩按新增 它自动帮我完成底下的动作,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地方的话,我已经把它先做上去 其实基本上怎么去写这个东西 我把刚刚的东西先删掉好了 其实它基本上会分成总共有几个步骤 大概你用逻辑推敲 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新增总共会有四个资料 四个资料是画面上那个人的名字跟三个成绩 做完之后再产生后面有1栏到G栏 这三个东西基本上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写了三个函数 所以你可以用呼叫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游标再移动到哪一个储存格 游标移动到哪一个位置 最后是把资料清空 然后游标再把它移到第一个储存格 就完成一个cycle 那这个程式怎么写 把这个东西delete掉 从来其实本来是没有的 本来是空的 那怎么怎么开始呢 1 你做完表单之后 如果你要开始转写程式 记得直接在这个按钮上面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呢 它就会帮你跳出那个写程式的地方 那因为这个comment button 命令按钮 它的名称如果你不改的话 它的名称就这么长 叫comment button 1 它后面有个事件 就叫click 那这个就是事件驱动 其实在VBA里面的表单设计 它的概念就是事件驱动 所谓的事件驱动就是说 当哪一个物件 哪一个元件被 什么 就是哪一个事件 然后有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你就去做什么样的程式处理 所以基本上就是 这个有点像是 一个名词吧 或是应该叫受词 一个动词 这个一个动作 然后你去做下面的程式叙述 那这个程式叙述一定是个sub and sub 也就是说你要去做什么 处理一定是一个副程式写在这里 那这个事件里面 当然不是只有click 当然还有什么double click 还有很多 不过基本上 比较常用一定是click 那程式如何撰写呢 基本上第一个 我们要怎么样 假设 其实这段程式 基本上就在云端上面 12345 五个动作 那这五个动作 基本上我的习惯是 假设吧 你都不会写 没关系 你就是 我的习惯是先 先把 读解先打上去 有没有 反正你读解打上去之后 你在想说你要怎么写就好了 有点像填空题 有没有 那这些东西的话呢 尽可能还是要慢慢熟悉 因为这些熟悉之后 写起程式来 就会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那第一个当然你要新增资料 可是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要新增到哪一列 哪一列 那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呢 就是 这一个表 这个 什么 这一个那个 Excel的工作表里面的最下面一列 再把它加1 加了1之后 就是我们要放的那个位置了 所以我可以建立一个R的变数 然后呢 利用追踪的方法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 我可以从什么呢 Range A2 有没有 向下去追踪 这个好像前面都写很多 而且我一直强调这个非常重要 很多地方其实都这样用 然后点Row 哪一列 对不对 加1就好了 那为什么要加1呢 因为你要写的位置不是这一个 如果你没有加1 它变成又从11 一直盖上去 永远都在11列 OK 所以要把它加1 再来的话呢 要把什么东西写 写在这里面呢 特别是你点开表单 点开表单里面 这边就会出现 如果没有 你如果没有重新改过的话 它应该是Test Part 1 这个叫Test Part 2 3 4 如果你的顺序刚刚有改过 我建议你把它调1 2 3 4 那以后的话就1 2 3 4 来对啦 那将来你这个名证也可以改 你不一定要叫Test Part 1 你可以叫其他名称 你可能比较可以习惯的 像我有时候会改什么TXT01 类似像这样 不过我之前本来改这样 后来我发现还是不要改好了 因为一改 本来没问题 那边有问题了 所以就不要改好了 这样懂那个逻辑就可以了 因为呢 以后写程式 就是要去抓那个画面里面的东西 把它放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有点像把这个资料丢到这边来 那要怎么把 那这边一定是后面东西丢到前面嘛 所以前面都有讲过类似的概念 那怎么样把它写过去呢 第一个写到哪一个储存格 前面的东西是接 后面才去丢嘛 所以接 谁去接 他去接 那哪一个Sales我不知道 Sales哪一列呢 DR列 逗点哪一栏 A栏 A栏放什么呢 放那个 我Test Box 1里面的就是姓名嘛 就是当他填的东西 那这个姓名里面有个属性 就叫Tex 就是这个东西指的就是那个储存格里面的 那个格子里 文字 栏位里面的东西 它就会帮你把它丢到这边 那意思类推啦 就是C 然后贴贴贴 有四个对不对 这边改B 改C 改D 然后这边改1 改2 改3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逻辑啦 很简单嘛 那这样的话呢 就1 2 3 4 你先侦测到 然后填的东西丢进去了 好 你我们先写到这里好了 我试试看 你会发现 执行嘛 然后我就把A 按1 1 1 然后填的 假设我们这边还没有房呆 房呆就是填 一定要正确 那你按确定的话 就把先追踪到 11加1 12 12的话分别把这四个丢进去 按确定 完成第一阶段 OK 那第二阶段因为我要去算它的成绩 合不合格 跟那个它的ABC 所以后 再来就后面三个 后面三个怎么做呢 一样嘛 你就 如果你要切到成四的话 你就点它两下 它就切过来了 那再来的话呢 自动带出那个平均 那平均的话实际上 就是怎么样 要丢到哪一个储存格 所以这个储存格 是Sales 什么 Sales 1 1 然后 里面等于什么呢 把这个里面的资料 加上 就是把234加起来 除以3就好了嘛 如果你要取到 小数点的第几位 比如说第一位的话 那我们就是用外面再包一个Round的函数 Round的函数呢 让它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 那怎么做 第一个 把这个东西 第二 加上 然后3 不过有时候 我直接 这个加 再加 整理2 3 4加起来 那不过 我习惯是把它复制 然后改一下 记得要改正确 把这三个怎么样呢 加起来 除以3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 刮糊起来 然后再 除以3 除以3 除以3之后呢 那可是问题 特别注意 这边可能会有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它是什么 Test Test 就是文字的意思 如果你用文字 加文字 加文字 的话 它串起来 比如说50分 加60分 加70分 它就50 60 它变一个很大的 就变5万多了 OK 所以怎么办呢 先要把它转换成数字 转换成数字 你这边可以打一个Cint 前刮糊 后刮糊 这个指的就是把它转换成整数的意思 OK 那如果你要转成有小数点的话 就是 DBL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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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小数点 那我看一下我之前写的是哪一种 我是写int 那就先用int 就是把它转成整数 C的话 应该就是Change 有点像Change 它的资料形态为int整数 否则它用文字来加 加出来会有错 这个也是一样 转换形态 把文字转成什么 转成那个数字 记得前后 这样子再来加才会正确 加完之后呢 我们把结果怎么样 除以3 那就平均了 如果说呢 除以3之后呢 会有很多小数点 那你可以在外面再包一个Round Round Round的前刮符 逗点 第几位呢 第一位好了 OK 后刮符 那这个Round的函数 跟Exale里面那个Round的函数 用法一模一样 名称也一样 只是说现在是在VBA里面用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要什么 这个完成了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合格不合格 不合格不合格 我们之前有写过一个合格不合格的那个Function 名称的话叫什么呢 我看一下有没有一个Function 这个成绩函数 那所以其实 如果你要呼叫它的话 你就直接呼叫这个成绩函数 成绩函数多重 那写法上面的话呢 基本上呢 就是我们一样就是在这边 Sales 这个是E 然后再来的话 Sales 什么呢 Sales F F 一件事情就是你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叫成绩函数的方选 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加 或者他会呼叫失败 然后再来就是最后一个了 F栏然后再来就是FG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一个G栏 G栏就是加个多重 一样我们里面也要有一个成绩函数多重 OK我看看写的一不一样 一样OK在这边 好那写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 把11这个先删掉 我们重新再执行它一下 那这边一样是111 那刚刚只会输入完之后 就直接删一个成绩 那不过现在要多什么 多平均加合不合格 再加一个多重 就按新增 OK有没有 平均的嘛 合格不合格 他要多重判断 OK那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 其实也大致上应该差不多了 不过其他细节部分 大家就把它清除 就知 清除就知料 看一下清除 为什么它自己清除掉 我刚刚有把它 没写这些字都会清 好那先到这里好了 那待会再来看其他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试一下 试一下 试一下 1 3 2